圆形和矩形是Kino里最基础的形状 多来几个就可以组成一台保利来相机 并且可以打印照片 本期视频用两分钟教会你在Kino里实现以上操作 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你现在看到的是由我制作的Kino基础操作手册 一个面向初学者的保姆级系统教程 本期是教程的第15期视频 形状的综合应用 更多进阶教程检查看主页橱窗 想要绘制出这样的图形 首先要明确它都有哪些部分组成 通过线稿可以看出 组成的部分都是一些基础形状 这些形状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圆角矩形 矩形和圆形 这些都是软件形状库里默认的形状 直接插入之后填色即可 还有一类不是默认形状 需要使用形状混合的方式得到 下面我们来具体操作一遍 插入一个圆角矩形填出上颜色 添加上阴影 再添加两个圆角矩形和两个标准矩形 就得到了顶部的闪光灯 再添加一大两小三个圆角矩形 两个圆形就得到了整个顶部的形状 左边的圆角矩形还可以当作一个名牌 相机的主体部分由一系列的基础形状和一个面板构成 基础形状在以往的课程里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这里不再赘述 面板部分的绘制我们展开一下 面板是个圆角梯形可以插入一个矩形 然后右键编辑形状把矩形先变成梯形 然后再通过编辑顶点的方式把尖角改为圆角 中间的弯折效果可以通过添加一个半透明的黑色蒙版得到 做好之后在顶部形状和主体之间插入一个起连接作用的圆角矩形 基本就画差不多了 底座部分由四个形状构成 其中有三个形状都呈现出一边直角一边圆角的样子 这种形状的制作方法是 插入一个圆角矩形 然后使用另外一个矩形对它进行剪除 方法是同时选中两个形状 然后在格式简达器排列别线下点击减少即可得到 这四个形状共同构成了相机的底座 并且可以拆为上下两层 为什么要拆成两层 马上你就会知道 绘制完成之后再加入标志性的彩虹色条 修改图论顺序 然后再打上保利来的标志 相机绘制完成 那么这个照片又是怎么打印出来的呢 非常简单 刚刚之所以把相机底座拆成两层 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两层之间夹上一张照片 再使用神奇一动过度动画 相机就拥有了打印图片的功能 你学会了吗